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Hello 大家好 我是小新 那么今年的5月18号又到了一年一度的博物馆日 主会场活动放在了我身后的首都博物馆来举行 那么今晚呢 首都博物馆将会有一场博物馆奇妙夜的彩排活动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首都博物馆 看看今天晚上到底有什么好看的好玩的 那现在呢 小新就进入到了5万年永保展览的内部 博物馆人员还在对展览进行最后的鼓声 小新发现了一件看展神器 是我们AR技术的文物研究镜 我们需要先把这面小镜子对准某个文物 它就会自行扫描这件文物的信息 然后并且向观众播报这件文物的背后的背景故事 以及其中所预含的文化 这次万年永保展览不只是向大家展示了一些文物 更重要的是向大家展示了一些发学版文 背后所需要的一些科学技术 有一个铁 铁上面还包着一个像竹子一样的捆扎的绳子 金属和非金属 然后有机质跟无机质 能够这么和谐地在一起是怎么做到的 其实你们就要做到很多的拖延 因为海水里面大量的盐本 不要拖对话 那么怎么样对它精神保护呢 这里面就用了一个完射二丸的银食夹果的手 用套箱的方法把它给套回到实验室 慢慢地编号整理 然后再进行每一片假片的夹果它们重新红醉 这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清晰光 军阵的它身上穿的衣服 今天我们已经能看到这个绿电影 为什么我们能看到这个紫衣影呢 实际就是说我们的技术已经能够保护出这些色彩了 褪去白天的喧嚣 夜晚的文物似乎多了一份倾诉语 让我不自觉地沉浸在了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探索中 这场展览也将文物的发掘修复的科学过程展现在了我眼前 这也与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 恢复与重塑不谋而合 本次展览也将在18日后对公众正式开放 也有夜场安排可以进行预约 当夜幕降临 期待大家也能够走进首都博物馆 感受文物带给我们的无穷魅力 最后还接到了博物馆方面非常贴心的礼物 这是博物馆自己设计的一款文创雪包